在那冰原历险季当中的小水蜜桃 这只长毛象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台湾 但大家最疑惑的就是 这只长毛象 为什么Yuka它会沉睡在地底下 三万九千年后呢 现在怎么会出土呢 我们两大疑惑 今天现在就来解密 好 你刚刚看到Yuka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一片土地上面 还出现什么 什么 野牛剑齿虎 出现一堆很多温带的动物 比如说土狼 狮子 羊羊 你看犀牛出现了 犀牛啊 对 这是哪里啊 这是北极圈内 你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动物呢 是啊 这很奇怪对不对 北极圈那么冷 对 我只知道有北极熊跟企鹅 没错 为什么会有犀牛跟长毛象 好 这只是卡通里面画的 问题是在于说 这都是在当地出土的 动物的遗骸啊 对不对 你是说在那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地底下 有很多的动物 有很多的动物 这非常奇怪了 你就在想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好 大家回到我们的画面上来 这里在哪 冷岸群岛 北极圈内 五百里内的地方 你知道吗 被发现的地点叫 在这个地方 但这地方根本都是一个冰封的世界 冰 根本 我跟你讲 你看得到都是冰就对了 是啊 对不对 你能吃得到的也是冰啊 难不成长毛象跟犀牛都吃冰啊 最重要的 不是光这些动物 立刚 请看看 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图 这叫什么 棕榈叶 对不对 这叫睡莲 这在赤道附近 对 棕榈叶在赤道附近 没错 睡莲是在我们这种雅热带地方才会有的 好 我告诉你 都在Spitzbergen发现了 什么 Spitzbergen会发现这些东西 发现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想到了 哇 这根本就是电影明天过后的场景嘛 对不对 地球 是不是突然遇到一个灾变 然后马上冰封 整个温度差了45度这么高 才有可能马上造成这种瞬间激动的现象 你意思说是因为瞬间激动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植物 全部被冰封在那地底下了吗 那不就变成是明天过后的电影场景 发生在那北极圈了吗 没有错 所以说你会觉得说 真的在 以前有发生过 这么奇怪 这么可怕的现象 急速冷冻 急速冷冻 瞬间结冰 瞬间结冰 完全没有征兆 人类根本无法预警 而且立冈 我可以告诉你 刚刚我们讲那些动物的 嘴巴里面 甚至胃里面 竟然可以找到什么 你知道吗 找到什么 枫杏子 金凤花 仓谱 野豆 这些植物 而且这些植物 还没有完全消化 等一下 这些植物 怎么会在那高纬度的地区 在现在的北极 是不可能找到这些植物的 那就可以印证了 真的是急速冷冻 瞬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北极也曾经有暖化过 对 也曾经有暖化过 全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汉考克他就讲 他说 公元一万一千年前 西伯利亚一定相当温暖 适合万物生长 严寒的天气突然降临 把这边土地变成了洞源 所以汉考克提出这个说法 我跟你讲 就像中博刚才所看到的 Yuka 才会连皮肤内脏 全部都能保留下来 如果不是瞬间冰封 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对不对 好 OK 其实在科学界有个哈普古德教授 提出了一个说法 会发生瞬间冰洞 可能是因为板块瞬移论 什么叫板块瞬移论 也是南北极的板块 突然瞬间发生了移动 你是说整个地球板块 本来就有漂移论 没错 但是地球板块会瞬间转移吗 地壳有三十里厚 对不对 可是地球的核心是八千里 那就像一个松动的橘子 老橘子有没有 里面干掉了 对 橘子皮外面看的是好的 所以橘子皮是松动的 松动的 也就是说橘子皮可能转了一圈了 造成了地球的南极 北极的板块松动 那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造成突然的迅速冰洞的现象 可是这个说法 我跟你讲 连爱因斯坦都说很有趣 非常具有意义 可是必须要能够提出证据 来证明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提出证据 而且更多科学家说 如果发生那种事情 你说板块瞬间移动 我可以告诉你 地球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会灭亡 为什么你知道吗 那就不可能有现在后续的 这些生物了 地壳移动 所有的火山都会爆发 火山爆发之外 大地震 然后还有什么 大海啸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 所以我跟你讲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些生物也不可能 可以保存下来 好 那另外一派说法就说 可能有巨大的行星撞击 因为一撞击地球的时候 你说彗星撞地球 对 这个彗星大到 把你给吓死 把地球撞偏20度 你说地球的角度 整个转向了 整个转了 它才有可能发生 这种急动的现象 转偏20度 造成了今天西伯利亚 以北这个样子 你看 你说这可能吗 好 那又有一派科学家说 不可能